9月9日文章身穿灰涕搭配萝卜裤 一身低调的装扮独自现身机场 马亦丽与文章都是娱乐圈知名演员 也曾是大家勾认的模范夫妻 然而这段令所有人都羡慕又无不称赞的婚姻 却在2014年以丈夫出轨画上句号 不再被传唱奉承 面对着丈夫出轨 马亦丽始终保持着不抛弃不放弃 最后一句且行且珍惜 网留住丈夫也网留住婚姻 与此同时很多人都称赞 马亦丽是位不可多得的贤妻 出轨门事件后 文章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也没谁人找他演戏了 之后文章自己便转站幕后做起了导演 这两年一支前新创作的大电影也已经上映 虽然口碑分化 但文章也捞了不少一笔 今年文章指导上映的谍战剧《剃刀边缘》 收视稳定在全国前列 妻子马亦丽用实际行动证明对文章的支持 一同出演这部电视剧 两人着实上演了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的戏吗 最近文章在片场近照也随之曝光 文章在现场也是真性情 抽烟喝酒甩脸色 马亦丽冷眼旁观 对着群众演员又是瞪眼又是臭脸的 群演们也不容易啊